欢迎大家收看艺术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电影院让泰勒、斯维夫特的粉丝 在巡回演唱会电影中跳舞、唱歌和尖叫运 这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 英国如何与蓝彼得节目疏远了 继承人们正在权衡 他那几乎毫无价值的艺术收藏品的命运 他对鲨鱼不在意 我们不知道的是何状水母 梅洛尼批准在莫索里尼的罗马住所建立大屠杀博物馆 爵士音乐家和作曲家 请大家收看 这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 英国如何与蓝彼得节目疏远了 英国每日电讯 蓝彼得是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时间最长的儿童电视节目 目前正面临批评和收视率下降的问题 在过去的14个月里 该节目已经有三位主持人离职 内部人士形容他为一个非常不幸 正在下沉的船 该节目的观众群体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收视率从巅峰时期的800万人下降到上周的3.7万人 儿童观众观看习惯的碎片化 点播娱乐的兴起 以及预算削减都对该节目的衰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BBC否认有停播蓝彼得的计划 目前正在进行选拔 以替换最近离职的主持人 该节目的未来不确定 一些专家建议他可能需要找到新的方式来吸引观众 继承人们正在权衡 他那几乎毫无价值的艺术收藏品的命运 未报 前意大利总理谢尔维奥 贝卢斯科尼的继承人们面临着一个困境 及如何处理他庞大的大部分毫无价值的艺术品收藏 据报道 贝卢斯科尼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积累了2.5万件作品 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深夜购物频道购买的 这个收藏对他的五个子女来说是个负担 每年维护费用达到80万欧元 93.6万美元 家族正在考虑将贝卢斯科尼的主要住所改建成博物馆 他对鲨鱼不在意 我们不知道的是何状水母 未报 一部名为《尼艾德》的新剧情片 讲述了耐力运动员戴安娜 尼亚德试图从哈瓦那游泳到佛罗里达的故事 这部由吉米·钦和伊丽莎白柴·瓦萨赫利指导的电影 追随尼亚德的旅程 他面临了恶劣天气 致命的盒子水母和严重的哮喘发作等挑战 安尼特·贝宁饰演尼亚德 而乔迪·弗斯特则扮演他的教练和亲密朋友邦妮·斯托尔 这部电影展示了两位女性的友谊和决心 已经完成这样壮举所需的身体和精神力量 现年72岁的尼亚德并未公开宣传这部电影 原因是演员罢工仍在进行中 但72岁的斯托尔已经谈到了他对这部电影的担忧和想法 这位前壁球冠军担心这部电影会成为一部傻瓜电影 但他松了一口气发现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 他强调了尼亚德的心理专注和承诺 形容他具有隧道事业 并将他与电影的联合导演吉米钦进行了比较 后者也以他大胆的登山壮举而闻名 斯托尔仍然训练好莱坞演员 他在尼亚德游泳尝试期间陪同他在船上 并目睹了他朋友坚定不移的决心 电影《尼亚德》突出了尼亚德和斯托尔所面临的成就和挑战 作为好莱坞的一部新鲜作品 他以两位年过半百的强大女童性恋者为主角 这部电影的发布引起了人们对尼亚德令人难以置信的游泳 和他与斯托尔持久有意的关注 以及他们共同取得的成就 尽管对尼亚德的游泳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但这部电影作为对他成就的庆祝 以及他与教练和朋友之间的纽带的赞美 梅洛尼批准在莫索里尼的罗马住所建立大屠杀博物馆 英国每日电讯 意大利政府已经批准在本尼托 莫索里尼的前住所建造一座大屠杀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将耗资1000万欧元1170万美元 位于托尔洛尼亚别墅的园区内 莫索里尼在1925年至1943年被罢免前一直居住在这里 博物馆将是一个立方体建筑 黑色的墙壁上刻有在大屠杀中丧生的意大利犹太人的名字 这个项目已经讨论了20多年 最终得到了总理乔尔吉亚 梅洛尼政府的批准 爵士音乐家和作曲家 为报 爵士作曲家和钢琴家卡拉 布莱在87岁时去世 布莱以他情感丰富思想深刻的作品而闻名 同时也以作为独立音乐家的榜样 拥有自己的唱片公司和录音室 他创作了简短令人难忘的曲调 也创作了长篇的全曲套曲 他的作品包括与颤音琴演奏家家里 伯顿 被私手查理 哈登和许多其他有影响力的音乐家合作 特别是三部作品确立了他的重要性 真正的《丧葬仪式》1968年 查理 哈登的《解放音乐团》专辑1969年 和《山顶电梯》1971年 布莱原名洛维拉·伯格 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 他在钢琴上基本上是自学成才 他从十几岁开始 作为伴奏者为舞蹈课程伴奏 并聆听莱昂内尔 汉普顿和杰里 穆里根等爵士音乐家的演奏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布莱与自己的乐队进行巡回演出和录音 并为庆祝尼诺 罗塔 塞隆尼厄斯 蒙克和库尔特 威尔的音乐做出了重要贡献 布莱赢得了许多奖项 并获得了更多的提名 他的伴侣 被厮守史蒂夫 斯沃洛和女儿卡伦 仍然健在 科学顾问称 Rishi Sanak为死神博士 Covid调查听证会听到 未报 根据提交给官方调查委员会的证据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安吉拉·麦克林教授 在新冠疫情高峰期 与财政大臣李希 苏纳克参加了一次会议上 将苏纳克称为死神博士 麦克林在给约翰 埃德蒙兹教授的 WhatsApp消息中 发表了这一评论 埃德蒙兹表示 他对苏纳克的外出就餐促销计划 持批评态度 该计划鼓励人们 在2020年夏季 在餐馆和咖啡馆就餐 埃德蒙兹表示 该计划向公众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图帕克 沙库尔谋杀嫌疑人 杜安·戴维斯 出庭受审 英国独立报 杜安·戴维斯 Wayne Kafti Davis 被指控在1996年 涉及说唱歌手图帕克 夏库尔 Tupac Shakur的案件中 将出庭接受 拉斯维加斯法庭的审判 戴维斯于9月被逮捕 并被控谋杀罪 他此前公开表示 自己当时在犯罪现场 坐在白色凯迪拉克的前座上 与夏库尔并排停车 并开枪射击 戴维斯 现在由律师罗斯 古德曼 Ross Goodman代表 拉斯维加斯警方 在30年后 抓住了图帕克的涉嫌凶手 英国独立报 据称是帮派投目的杜安 吉夫 戴维斯因涉嫌谋杀 说唱歌手图帕克 夏库而被逮捕 并被控谋杀罪 戴维斯是南边 康普顿克里普斯帮派的头目 该帮派在1996年 夏库的团队 与该帮派成员之间 发生冲突后 策划了杀害夏库的阴谋 戴维斯和其他三人 向夏库的车开枪 导致他死亡 之前没有人 因与这起谋杀案有关 而被起诉 该案件在戴维斯 自于2018年开始谈论 他参与枪击事件时 重新审查 他对事件的描述 与警方所述相符 戴维斯此前声称 他的侄子奥兰多 安德森是开枪射击夏库的人 并且他当时也在车上 安德森被认为是主要嫌疑人 但在1998年的一起 与帮派无关的枪击案中被杀 夏库是当时最著名的 嘻哈明星之一 日本歌手古村心思 激情肆意的声音 跨越了国界 日经亚洲 日本歌手兼词曲创作人 古村心思去世 享年74岁 古村以其雄厚的嗓音而闻名 曾在1970年代的民谣组合 Alice中担任成员 他还有一段成功的 个人职业生涯 推出了苏波鲁等热门歌曲 该曲在中国被称为星星 他的音乐 深受亚洲各地粉丝的喜爱 他的离世 引发了一系列的悼念 欧盟提出安全担忧 因为他透露 加勒比国家已向8.8万人出售公民身份 为报 欧盟承诺在揭示五个加勒比国家 向8.8万人授予公民身份后 加强签证控制 其中包括来自中国 伊朗和俄罗斯的人 欧洲委员会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 揭示了黄金护照交易的程度 许多国家向外国公民 出售公民身份 价格从10万美元起 据报道 多米尼加共和国已发放了 3.45万本护照 是该国政府此前公开的数量的4倍多 圣基茨和尼维斯 据信已发放了3.67万本护照 是之前估计的2倍多 加拿大新邮票上描绘了电影明星 唐纳德·萨瑟兰的侧面形象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邮政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 上面印有演员唐纳德 萨瑟兰的形象 以纪念他辉煌的职业生涯 邮票上展示了萨瑟兰的侧面形象 并覆盖了他一些最具标志性的作品的标题 萨瑟兰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出演了200多部电影和电视节目 并获得了许多奖项 包括两个金球奖和一个荣誉奥斯卡奖 美国电影院让泰勒·斯维夫特的粉丝 在巡回演唱会电影中跳舞 唱歌和尖叫 未爆 泰勒·斯维夫特的音乐会纪录片 《泰勒·斯维夫特》 时代之旅在电影院引起了轰动 粉丝们打破了通常的电影院礼仪规则 观众们唱歌 跳舞 自拍 甚至偷走电影海报 这部电影为陷入困境的影院连锁店提供了帮助 让粉丝们打破规则 获得更互动的体验 一些影院甚至提供特别菜单和鸡尾酒来纪念这个场合 这部电影的发布为陷入困境的电影行业提供了急需的救命稻草 该行业受到了好莱坞罢工和延迟上映日期的打击 国际医疗组织无国界医生MSF在苏丹军方阻止物资后 暂停了卡图木医院的手术工作 未报 国际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在卡图木的一家医院暂停了救生手术 因为苏丹军方阻止医疗物资进入该城市 MSF表示 自9月8日以来 他们一直被拒绝从阿尔甲奇拉州瓦德马达尼的仓库运送物资到首都南部的医院 该慈善机构周四表示 巴沙尔教学医院的药物和材料已经用尽 团队无法再进行创伤手术或剖腹产手术 他们表示将撤回手术团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到了英国著名儿童节目蓝彼得面临的困境 这个节目在过去的14个月里 已经有三位主持人离职 观众群体也发生了变化 收视率大幅下降 节目面临了碎片化的观看习惯 预算削减等问题 不过 BBC否认停播的计划 并正在寻找新的方式来吸引观众 我个人认为 蓝彼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节目 希望他能找到新的出路 重新吸引观众的注意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前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继承人们面临的困境 贝卢斯科尼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收藏了大量的艺术品 其中大部分都是毫无价值的 这个收藏给他的子女们带来了负担 他们正在考虑将贝卢斯科尼的住所改建成博物馆 这真是一个困境啊 你们说呢 然后 我们谈到了一部新剧情片《Niad》 这部电影讲述了耐力运动员戴安娜 尼亚德的故事 她试图从哈瓦那游泳到佛罗里达 这部电影展示了尼亚德的旅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和她与教练和朋友之间的友谊 这部电影引起了人们对尼亚德游泳壮举和她的友谊的关注 我个人觉得 这部电影非常有趣 一定值得一看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意大利政府批准在本尼托 莫索里尼的前住所建造一座大屠杀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将纪念在大屠杀中丧生的意大利犹太人 这个项目已经讨论了二十多年 最终得到了总理梅洛尼政府的批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希望这座博物馆能够守护历史 让人们警醒 然后 我们谈到了爵士音乐家和作曲家卡拉 不来的李氏 不来以他丰富的情感和思想深刻的作品而闻名 他对爵士音乐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离世是音乐界的一个巨大损失 但他的音乐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安吉拉·麦格林教授对财政大臣李希·苏纳克的评价 麦格林教授再一次会议上称苏纳克为死神博士 并对他的促销计划表达了批评 这引起了人们对政府和科学家之间关系的关注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杜安·戴维斯在图帕克 夏库尔谋杀案中的出庭受审 戴维斯被指控在1996年射杀夏库尔 他此前在一次访问中承认了自己的参与 这是一个重要的审判 需要能够为夏库尔的家人带来一些正义 然后我们谈到了英国电动车保险费用的增加 根据比较网站confused.com的数据 电动车的保险费用在过去一年中增长了72% 这引起了人们对电动车火灾风险的担忧 一些保险公司已经停止为电动车提供保险 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趋势 需要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最后我们谈到了泰勒斯维夫特的音乐会纪录片 在电影院的热潮 观众们打破了通常的电影院规矩 唱歌跳舞甚至偷走了电影海报 这位陷入困境的电影院提供了帮助 希望能够为电影行业带来一些希望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我们来看看观众们有什么想法和问题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